强烈大陆冷气团来袭 很多人穿羽绒服 里面会穿的像这样子的厚毛衣 但如果真的想保暖 应该要这样子穿 像我现在里面换成比较贴近肌肤 而且比较稀释排汗的衣服 穿起来就会更加保暖 别以为毛衣看起来厚重就暖和 其实外层穿羽绒外套里面的博长袖 要够贴肤排汗 才能传到体温达到保暖 这样体感温度至少差3到5度 专家也说羽绒衣下面这件衣服材质就是关键 如果是穿棉质商品的话 它变成是排汗速度来不及排 汗就会吸在里面 冷风一吹来棉质商品 根本没有办法可以预汗的效果 而湿冷和干冷又不同 湿冷更容易把汗水闷身上 一般的博长袖可能有薄薄刷毛 但排汗没这么好 如果可以换蓄热布加排汗防风 后刷毛的长袖体感至少再深5度 但在10度以下甚至下雪 中级防暖法就是博长袖加羽绒外套 再加防水风衣 足够外面冷风里面保暖也很够 比较冷的话像我们是建议打像这样子 就是有点领智 我想穿太运冷风上班族或处游逛街 大约10度低温 里面穿发热衣加针织衫 长度到脚踝的长裙 也能让双腿更暖和 最后披上短板大衣防风比例更好 如果气温15度左右 针织上衣再加短裙和针织外套 充满浓浓椰淡气息又保暖 羊毛的话它会更加的保暖 那因为羊毛有的材质会比较次养 那有的人他皮肤比较敏感的话就不建议 对所以其实像日本的话 我们家大部分都是线三类比较多 羊从事穿发布只要一层层叠加 衣物材质稀罕效果 穿得多不如穿得对 顺序正确才能又暖又轻便 TV新闻声务者曾任台北采访不到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